其實中國已經被嘲笑說 他們的整個軍事戰力 已經落後美國一百年了 可是你看最近放出來的影片 又是什麼 他們有隱形戰機 又是有什麼大型的航母 都出來了 那小粉紅這個當然很High 真的像小粉紅講的 厲害了我的國嗎 我看到今天一堆新聞看起來 最後只得到一個結論 數大必有枯枝 人多必有白痴 真的是 竟然講台灣也一樣 他跟你講說什麼孫中山成仙 一開始的時候我們就講 我跟你講 找孫中山成仙無效 蔣中山十幾年前都成仙了 你看淡水新竹高雄奇襟 都有蔣中正廟 中正廟整個京 你要把蔣介石搬出來才有效 你說那個小粉紅好了 講那些有的沒有的 什麼美軍的核潛艦 被那個遼寧號逼出來對不對 逼出水面 我告訴你沒有一艘航母 在原地不動對不對 或者是緩慢漂流 那我只能用漂流 他不是行徑 在那邊漂流 你以為潛艦是白痴嗎 你把我逼到的時候 你發現我了 我就跑給你追啊 對不對 哪有可能說 人走的時候 你不頂端我又漂 自己漂出來給你看 有啦 漂出來就是為了要打卡嘛 你看 現在很多國家的船隻 不是台灣的成功艦 跑去打卡對不對 為什麼你那個鳥寧艦 在那個地方已經三天了 你不頂端在那 人家就覺得很奇怪 你釣魚也該釣上來了吧 對不對 怎麼會搞那麼多天 所以很多日本的美國的軍艦 台灣的軍艦都在附近 就告訴你說 奇怪 這麼大的一個海上航母 為什麼就在那邊不動 可是他們現在要告訴你說 055的南艙艦 也要加入航母的編隊 我就覺得說 這不是加入航母編隊 他停在那邊那麼多天 為什麼都不敢動 等待救援嘛 那個055的那個南艙艦 搞不好是在那邊要拖船用的 對不對 丟在那邊很難看 那你又自己又修不好 那總要派一個船 去把它拖走吧 所以搞不好到最後 真的全世界的笑話就是說 他們的那個什麼 南艙艦 是去那邊拖他的航空母艦 這個就好笑了你知道嗎 那我就講說 其實4月20號 美國有一個我覺得美國也很奇怪 他們竟然有一個國家撞臉日 那個國家撞臉日在幹什麼 他們就在講說 把中共最新的 下面這一台 他們叫做歼31 就跟他們的F-35B有沒有 做一個比較你有沒有看到 他們講說 這根本就是外型抄襲F-35B的 真的很像耶 對啊那個外型根本就是 幾乎是一模一樣的嘛 對不對 而且他們就告訴你說 所有的人就在笑你知道嗎 他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現在英文寫法叫做 People's Republic of Copycate Copycate叫做複製貓 對不對 他們講說中國軍隊裡面 充滿了跟其他國家 長得很像的武器一大堆 對不對 可是他們的結論是怎樣 長得像不代表性能一模一樣嘛 那是 對不對 對我就跟你講說現在中國大陸最大的問題就是這樣 好 那除了美國說你是 你是複製貓之外 對不對 包括俄羅斯 俄羅斯他的老大哥 俄羅斯2019年他就已經指控了 他說過去17年的話 中國大陸竊取他們的科技超過500案 對不對 超過500從哪裡開始 從戰機的引擎 蘇凱戰機 還有甲板噴射機 防空飛彈系統全部都抄襲你看 而且可是說實在俄羅斯也是很奇怪 控制指控人家說抄襲你用反向工程 抄襲了500多件對不對 可是你知道雙方的那個軍火貿易是蒸蒸日上 我拼命賣拼命賣 你知道2014到2018年這四五年的期間 中國最大的武器進口國竟然是俄羅斯 他的武器大概7%都從俄羅斯進來 因為他知道中國山寨機不管用啊 對啊沒關係我就賣給你嘛 你就盡量複製嘛 你要盡量做 做出來是不像 我們光看這兩台飛機 這個是F22的 的那個噴嘴 他是有四方形的有沒有 他是上下有一個噴量 就是告訴你說 我今天可以上升下降之後 我可以有不同的推力比啊 那可是歼20你看這台歼20有沒有 他的他說向量噴嘴對不對 可是他是圓的 圓的他根本沒有做所謂的 隱形的那個設計嘛 我這個噴嘴完全沒有做隱形設計啊 所以你說你今天是噴射 噴射戰機的話 光這個噴嘴最重要的 你看這個噴嘴 你沒有包覆在機翼下 你沒有包覆在機體裡面嘛 你是完全裸露在外面的嘛 真的被看光光 所以就跟你講說 這個最基本的上的話 你就不是隱形隱形戰機 逆中戰機的最基本的構造 所以就跟你講說 到目前為止 他歼20說是隱形戰機 他們說我要用窩十五 窩人十五的那個噴射機 可是到目前為止 到還沒有辦法 窩人十五還沒有造出來 還在一直修改 一直修改過程之中 所以就跟你講說 你既然修不出來 做不出來的話 那怎麼辦 我沒有辦法 所以他們這個殲31 現在也是啊 他們用的發動機 也是米格29的發動機啊 所以就跟你講說 中國大陸從頭到尾 他做的東西 全部都是拼裝體啊 對啊 對啊 所以你在整個告訴我說 你是隱形戰機 我從隱形就不相信啊 對不對 隱形戰機怎麼可能 大媽在市場買菜的時候 拿手機就可以拍到 你在天上飛 好隱形啊 對啊 好隱形啊 對不對 就像我們那個遼寧艦有沒有 全力啟動的時候 他們說他們的逆中 是因為我的煙很大 把它 溶罩在整個煙霧之中 那個叫做隱形 對不對 我就跟你講 4月6號 美國陸戰隊 第122的那個機動中隊攻擊中隊 我們在看說 他展示了一個F-35B引擎戰機的 那個短距起降的技能 對不對 哎我跟你講 這個很故意 你知道我一直覺得美國 最近那個影片丟出來 都是在欺負中共 那真的走到真的皮皮刺 你看 他們在加州這個陸戰隊航空站 有沒有 他做這個起降作業 哎我告訴你 這個很明顯的告訴你說 我短距降落的技巧 這個是世界上 沒有幾個國家做得到的 哎真的 他幾乎垂直起降 這太厲害了吧 垂直起降 雖然以前英國也有 他的遙式戰鬥機 也有辦法做垂直起降 可是耗油太多嘛 我今天如果要滿載的話 我做垂直起降飛上去 可能飛不久就要下來加油 除非有空中加油系統 可是這個短距起降說真的 他也不用耗多少 你看短短的跑道 他就可以起來了 對 而且他起來之後 以後 不僅說他要停在航空母艦上 他連兩棲攻擊艦都可以停 哇機動性更強了 對啊 所以你說他的小航母 光那兩棲突擊艦的話 全部變成小航母 所以你看這個美國 他以後他的艦載機多厲害對不對 真的 而且你看除了這個之外 你說以後我的跑道 被人家飛彈破壞對不對 我的跑道升等 我們剛才看那個畫面 他跑道幾乎不用到50公尺 就可以起降 所以你看那個跑道小小的對不對 那或者是說我的基礎條件很差的 偏遠的偏鄉的跑道 我也可以飛啊 你看有沒有這個算短長起降 你看 而且說實在話 以後啊 包括那個什麼公路 我只要在馬路上有大條一點的公路 對不對 我都可以做垂直起降 那你覺得說這樣的一個一個 武力 武力配擊的話 是幹什麼 我在很短的起降跑道起降的話 我最主要是幹什麼 我要自敵機先 而且我剛才講說 包括兩棲攻擊艦 以後都可以把這些艦載機載上去的話 那個美國的兩棲攻擊艦 跟航空母艦 可以載多少F-35 這個如果請朝而出的話 你說在南海 你中國大陸要跟美國一進長短嗎 不要亂了 真的 而且這個飛行員也都要很厲害的 對 而且我們講說F-35比強強在哪裡 你知道嗎 他當初在設計的話 他就有幾個重點 他叫做密接資源 我可以密集一箱就一輛 馬上就飛機就一下一直資源 而且他是目標轟炸 防空攔截 他是海陸空3D通用的多用途的飛機 你知道嗎 他作戰半徑多少 一千公里 我現在在一千公里的方圓之內的敵機 我都可以先發現你之後 我就先把你擊落 你知道那個 2017年他們的紅旗軍演 美國的紅旗軍演 在第一輪的時候 F-35B就跟那個敵機 做一些空中殘鬥的話 成績是15比1 損失一架 對方可以擊落對方15架 可是在第二階段 他們修改一些戰術之後 你知道那個戰績是多少 40比0 40比0 而且我說實在F-35 他的戰績標柄在哪裡 2018年 以色列空襲敘利亞境內的 那個伊朗軍隊有沒有 你知道那個伊朗軍隊 發射了100多枚防空飛彈 沒有一枚打中F-35的 F-35這麼厲害 對100多枚防空飛彈 好2020年的時候 你知道以色列在去攻擊 敘利亞的那個空軍基地有沒有 空軍基地裡面躺著6架米格29 連知覺都沒知覺就被人家全部打掉 就被殲滅了 對啊 而且你知道嗎 俄羅斯給的那個薩姆400防空飛彈 竟然打傻的在那邊 也不知道敵機來了 所以你說你看俄羅斯跟 美國的飛機有沒有 防空飛彈 這個距離差太遠了嘛 而且2017年4月的時候 美國從伯克級驅逐艦上面 你知道 朝敘利亞發射的59枚戰斧型域飛彈 你看他連戰斧型域飛彈 打了之後都沒辦法 他們全部的武器系統是俄羅斯製的 就表示說美國的科技 已經超越俄羅斯這麼多 那你中國大陸所有飛機的發動機 還要跟俄羅斯去買的話 那你覺得說這兩個 美國跟中國的軍力在這個地方 比較起來的話那差多遠